有韩国网友指出,正在与龙俊亨公开交往的炫亚,可能阻击了她的前男友金小忠,炫亚出席综艺节目所穿地续上的字样,引起了韩国网友们的关注。 4月19日,有韩国媒体报道,18日,炫亚在赵贤亚的星期四之夜上发表的言论,与炫亚当天的着装,引起了韩国网友们的关注。 炫亚在视频中表示,我真的很感激能在工作中遇到一个给我勇气的人。 说实话,我很担心别人的想法,但如果我担心这些事情,在某些时候我就会失去我更注重我的幸福的价值。 炫亚还晒出了一张是有情侣罩的手机壁纸,并表示,今天拍完戏,我们再见面。 炫亚笑着说,看到这个我感觉很开心,因为我恋爱了,不只感激龙俊亨,也再次秀出了对于男友龙俊亨的恩爱。 不过,引起韩国网友们关注和热议的,却是炫亚的穿搭。 视频中,炫亚身穿某韩国国产品牌T恤出镜。 T恤上写着,Siri屏蔽前号码,Siri屏蔽你前情人的号码。 与此同时,炫亚当天在节目中穿的T恤上的这句话,也成为了韩国网络的热门话题。 炫亚的前男友是歌手金晓忠Down,两人在一起很长时间了,两人于2018年开始公开约会,甚至求婚,成为准情侣。 但与2022年分手,金晓忠是Pandy Gun的一员,在公开恋情后,离开了该团队,并离开了该机构。 他们不仅在Instagram上,还通过各种娱乐节目和单位活动继续保持着自信的关系。 他们还为同一家机构工作,从Cuke Entertainment到P Nation和Art Area。 有韩国网友指出,炫亚T恤上的这句话是针对前男友金晓忠的。 网友们纷纷留言,为什么他和龙俊亨约会后的第一次综艺节目就穿这样的T恤呢? 你们都知道炫亚的前男友是金晓忠。 炫亚太不考虑前男友金晓忠的感受了,你真的必须穿那件衣服吗? 等等,此前,炫亚和龙俊亨一月份同时在各自的Instagram,账户上发布了自己牵手散布的照片。 炫亚还添加了一个男女之间的心形表情并表示,请善意地看一下。 不过,炫亚和龙俊亨的恋情从一开始就不受支持。 粉丝和韩国网友的反应并不好,这是因为龙俊亨在2019年卷入了歌手郑俊英非法拍摄的争议。 当时,龙俊亨完全否认了这一争议,但三天后,他改变了立场并退出了组合。 另一方面,炫亚计划于5月初以新经纪公司的身份回归。 对于韩国知名女星炫亚,在节目中感激龙俊亨,秀出恩爱,穿印子T恤出镜,上编印的文字,引发了韩国网友们的关注和热议。 有网友表示,他丝毫没考虑前男友金小忠的感受。